太平间里 小伙细心的品尝着咖啡 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异常 只见小伙一个回眸 我的天呀 难道炸尸了吗 小伙撞起胆子 拿起武器 慢慢的靠近尸体 就当小伙不知所说时 一是大蜘蛛爬上了肩膀 咔嚓就是一口 随后医院的警报就响了起来 没副章的病人一听 急忙的夺门逃离 这时 保安带着被咬的医生走了出来 医生说道 老板啊 我被一只一米长的蜘蛛咬了 你看这算不算工伤呢 老板生气的说道 你给我开玩笑呢 怎么可能有一米的大蜘蛛 就当两人争执死 一旁的大壮放话了 他相信有这么大的蜘蛛 因为大壮是一个灭虫专家 并且决定亲自出马解决大蜘蛛 条件就是让老板报销医药费 可就当大壮正在调查时 弗伯勒大队赶到了现场 二话不说 就派手下封锁了这里 然后准备低毯式搜索大蜘蛛 原来 这可不是一般的蜘蛛 它是一只外星生物 并且会根据食量快速的增长体型 另一边 一个老人正在睡觉时 听到通风管里有动静 我的天呀 是那只大蜘蛛 因为自己无法动弹 所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蜘蛛 慢慢的爬进自己的身体 然后领了盒饭 画面一转 蜘蛛准备奇迹大壮时 弗伯勒阿翠拿枪救下了它 然后强行把大壮撵了出去 大壮看阿翠长得漂亮 趁此机会想表现一下 决定单独去灭了蜘蛛 保安一听 对着大壮说道 如果加上它的一臂之力 在弗伯勒前灭掉蜘蛛 两人必定能成为英雄 就这样 两个闲鱼一排即合 决定大干一场 另一边 弗伯勒在监控中发现 蜘蛛已经悄悄的离开了医院 而此时体型已经长大了几十倍 公园里 老人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的天呀 瞬间只剩下了一只袜子 而此时的人群 还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 突然 一具尸体掉了下来 竟然被吓得惊慌失措 大蜘蛛对人群发动了攻击 咔嚓就抓到了一人 几下就塞进了嘴里 一个大哥见状 拿出了摄像机 结果被蜘蛛扎了个透行凉 没一会儿的功夫 几十个人就成了蜘蛛的午餐 并且称霸了整个公园 随后他又来到了儿童乐园 小孩看到蜘蛛后 转身就开始逃跑 就在这时 大壮带着保安赶了过来 一脚油门想撞蜘蛛 结果被蜘蛛一声怒吼 吓得急忙转弯 开始逃了起来 蜘蛛见状 疯狂的追了上来 严扯着大壮两人就要被追上 保安拿着小枪开始反击起来 但是好像没起到啥作用 没有办法 大壮只好联系而碎 请求佛波勒的支援 佛波勒们拿枪赶到了这里 对着大蜘蛛一顿输出 大壮两人趁机躲到了一旁 由于火力太猛 蜘蛛用手把车抬了起来 去抵挡佛波勒们的子弹 眼瞅着火力迟迟不减 大蜘蛛只好一跃而起 飞出了几十米远的距离 成功逃离了这里 二追一声令下 佛波勒们就持枪追了上去 可是几人在一起火力还行 但是一分开 就纷纷遭受了蜘蛛的袭击 而二追也没逃过一劫 被蜘蛛给困了起来 一个佛波勒想和蜘蛛单挑 结果也成了典型 关键时刻 大壮悄悄地冒了出来 然后拿出火机 烧了烧刀子 帮二追拉断了坚韧的蛛丝 就当两人高兴时 大蜘蛛发现了他们 开始慢慢地靠近两人 忽然宝安拿着枪狂奔而来 二话不说 对着大蜘蛛就是一顿吐吐 也许是加上了怒吼的声音 蜘蛛果然被吓得直后腿 可两条腿的人 怎么跑得过六条腿的蜘蛛 二追还是被抓到 被蛛丝缠了起来 消失在了树林里 注意看 一个五十米高的大蜘蛛 出现在了城市里 不停地四处搞着破坏 胆小的急忙躲进了被窝 胆大的拿出了手机 那上百米高的大楼 在大蜘蛛眼里 如同一个个玩具 一眨眼的功夫 大蜘蛛就爬上了最高地 就在这时 佛伯勒派出了战斗机 准备对大蜘蛛进行轰炸 偶然间 佛伯勒发现 被抓住的二追居然没死 这让大庄瞬间来了精神 他决定要去英雄救美 于是两人朝着大楼就出发了 此时的大蜘蛛 正在尝试着攻击佛伯勒 到了地方后 大庄两人带好装备 拿着武器准备亲自救出二追 他们安全来到楼底 成功看到了被蜘蛛缠住的人群 他们一个个地将人群救出 此时巢穴已经孵化出了很多小蜘蛛 幸运的是 几人安全地坐上了撤离的电梯 听到人质长弓撤离 佛伯勒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直接几发导弹飞去 我的天呀 大蜘蛛顿时被炸了下去 张着六条大腿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大蜘蛛领了盒饭 人群都十分的开心 就在这时 宝安发现了不对劲 大蜘蛛又动了起来 原来刚才只是晕了过去 大壮健壮 这回女神就在身边 此时不上何时上 于是一声怒吼冲了上去 大壮灵活的走位 躲开了蜘蛛的所有攻击 在大壮找到了蜘蛛的命门后 宝安一使劲 把火箭筒升了过来 大壮以个冲刺加滚地 瞄准命门就是咔嚓一方 随后大蜘蛛便发生了爆炸 彻底领了盒饭 这一下子 大壮终于咸语翻身 成了真正的英雄 和女神阿翠 过上了不可描述的日子 奇奇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好